小宝五个月大的时候 我结束了产假去上班 婆婆搬来与我们同住 看家带娃 都说婆媳关系难处 但对于婆婆 我还真挑不出什么不是 科学未养 定点去户外 睡着 睡前讲绘本 醒来做游戏 我和老公送男回家 还能吃到四菜一汤 真正让我动了和婆婆 做母女的设念 十有天下班回家 我从地下车库出来 刚好听到婆婆 跟小区其他的阿姨聊天 我心念一动 放慢脚步 在对媳妇的一片抱怨声中 婆婆发言了 我家媳妇 虽然不擅长家库家库 我儿子被他哄得团团转 我看着也开心 也嫉妇 但主要还是开心 不像我受累一辈子 也没被自己男人念过一句好 那天 我没从婆婆载的那个门出去 绕道回了家 背后说的话 往往是真话 我心里暖哄哄的 背后说我好话的婆婆 值得我真心以待 可是此念刚起 不快就来了 一天晚上 宋南小声对我说 以后你再淘宝 尽量别在我妈面前秀 她年纪大了 心疼钱 我反驳道 可是我给你买鞋 买衣服 她怎么从来不心疼 钱都是我挣的 感情我还得偷着花吗 宋南意识到自己多嘴了 赶紧打了两个哈欠 睡了睡了 明天还得早起呢 看着她缩在被窝里的样子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 我把人家当亲妈 可人家呢 一边说我新买的衣服好看 一边跟她儿子吐槽 我大手大脚 简直是两面派 明天下班 我就去逛街 补偿自己一款新包 顺便气气她 然而我心里的小恶魔 刚刚冒头 就被小宝拍戏了 第二天一早 我要去上班 小宝却搂着我的脖子 怎么也不肯下来 婆婆见状 赶紧跑过来 想将小宝抱走 小宝挣扎着不让 于是奶奶假装出门说 好 你不要奶奶了 那奶奶走了 小宝看看我 再看看奶奶 开始哇哇大哭 要妈妈 还是要奶奶 这个选择 对一个小宝宝来说 太艰难了 最后 我让婆婆抱着她 送我下楼 又在车里玩了五分钟 她才肯让我去上班的 在路上 我想通了一件事 孩子虽然还没有思维能力 可她本能的希望 她爱的人能够相亲相爱 而不是让她左右为难 我又想起单位里 一位同事说过的事情 一天晚上 她女儿非要跟她睡 在平时 她都是跟奶奶一起睡的 她像以往一样 在女儿临睡前 请她的额头 对她说 晚安 宝贝 妈妈爱你 然后女儿非常小声地说 晚安 妈妈 我也爱你 她说 大声点 妈妈听不见 结果 女儿眼圈里含着两颗泪 更小声地说 我怕奶奶听见 看看 没有势力的孩子 只有逼他们虚伪的大人 我果断放弃了 要跟婆婆斗法的匹夫之勇 哪怕是为了小宝 我也要跟她搞好关系 然而理想是丰满的 现实却很骨感 我有定期跟父母视频通话的习惯 那天 我们正在通话 婆婆来我卧室取东西 也礼貌性地跟我妈聊了几句 话呢 句句客气 亲家母 你身体挺好啊 我看你的朋友圈了 活得真是潇洒 对了 老了就该这么活 多出去走走看看 像我这样 整天呆着 人都呆傻了 不辛苦 不辛苦 咱这辈子 不就是为了儿女吗 现在不付出 等不能动了 指望谁呢 婆婆这几句 不嫌不淡的话 让我心里 那点与她交好的心愿 煞时灰飞烟灭了 等她终于放下电话 我硬邦邦地说 妈 我跟您解释一下 我爸身体不好 脑中风后 他半个身子都不能动 但凡他们能帮上忙 我也不会让您受这份泪啊 您要是觉得不平衡 我们给您开工资吧 东东 我没有不平衡啊 你是不是误会我的意思了 婆婆说话时 眼圈都红了 送男见状 赶紧假模假式地责备了我两句 他不掺和还好 这一掺和 我和婆婆就尴尬了 那晚 婆婆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 再也没出来 据送男说 婆婆哭了 她这一哭 顿时把我变成了 不讲理的恶媳妇 那天晚上 我也没睡 我清醒地看到自己的虚妄 婆媳关系都紧张了几千年了 我何德何能 能改嫌更张呢 但是 日子总要过下去 我和婆婆表面相安无事 底下却是暗流涌动 从前 她不会问我晚饭想吃什么 给小宝喂饭 也不会征求我的意见 而现在 她连小宝明天穿什么都会问我 送男说 她这是尊重我的意见 但我是女人 我知道 她这是明着示弱 按着较劲 我讨厌这种家庭氛围 但又找不到解决办法 只能相尽如宾 直到半个月后 婆婆半夜肚子痛 不得不叫醒我们 我们将她送到医院的时候 她已经疼得挤进休克 医生按了按 她胀得滚圆的肚子 责备道 肚子都胀成这样了 怎么才想起来就医呢 婆婆被诊斩 每次去外地出差 我都会出现类似的状况 看着病床上痛苦呻吟的婆婆 我心里生出了无限的内疚 我只是出差几天都觉得苦不堪言 而她呢 却要在别人家常住 她就像一株植物 被连根拔起 强行移植到我们家的 其实她一直在努力适应 我们却忽略了她会水土不服 当她不再年轻 这样的寄居 实际是把她变成了弱势群体 而我还要跟她斗 我可真有出息啊 于是我主动要求留下来陪护她 我知道 婆婆最近在追一个真人秀节目 我最爱的女人们 节目组邀请了四位勇敢的老公 带着他们生命中最爱的两个女人 母亲与妻子一起旅行 没事的时候 我跟她一起看 婆婆尤其喜欢蔡少芬 和她婆婆的桥段 那天晚上 看着蔡少芬和她的婆婆喝茶聊天 操着蹩脚的普通话 吐槽张惊 我眼前一亮 提议道 妈 等您好了 我也请您喝茶 看电影 逛街 行不 婆婆有点吃惊 但很快点头 行 但她马上又补充了一句 小宝怎么办呢 您别忘了 小宝除了有你 有我 她还有爸爸 我借机握住了婆婆的手 挺温暖的 握起来也没那么难 这就是亲人吧 亲人之间有一点特别好 不用道歉 你做了 她也就懂了 婆婆出院后的第一个周末 我让宋南在家带孩子 然后拉着婆婆去逛街喝茶 她担心宋南搞不定小宝 一次次想回家 我跟她说 妈 我今天工作特别不顺 被一个客户骂得跟孙子似的 您就陪我散散心吧 她这才安定下来 喝茶的时候 我跟婆婆说了许多工作上的事 妇黑老板 有趣的同事 办公室练琴 五花八门的客户 她听得那么认真 听到客户为难我时 义愤地几乎拍桌子 她要再这么为难你 妈 帮你出头 我突然有点泪目了 之前跟宋南说过这些 她都没这么爷们过 妈 咱俩以后定期出来喝茶吧 跟你聊天特别解压 我由衷地说 行 下次妈请你 我们回到家的时候 宋南刚把小宝哄睡 她抱怨道 你俩可真行呀 大半出去疯 不知道家里还有个嗷嗷逮捕的孩子吗 你就待一个晚上 抱怨个毛线 不等我开口 婆婆婆 已经将泡口对准了宋南 以后好好对你媳妇吧 光长个 不长心 这老太太 学习能力太强了 喝茶的时候 我才说了一句 客户的为难 我根本没放在心上 跟我儿子 老公 家庭比起来 他们算个毛线 没想到 婆婆回来 就把这句话用上了 还用得这么恰到好处 从此 每周五晚 只要宋南没有特殊情况 我都会和婆婆相约 做点闺蜜之间做的事 比如广街 喝茶 做美容 周六呢 是婆婆的法定假日 她要回家跟公公过二人世界 但每次回来 婆婆都气鼓鼓的 她跟我说 说是放假 其实比看娃还累 光是刷她攒下来的碗 就得一个多小时 外带洗衣 做饭 收拾家 她像跟谁赌气一样 把家糟蹋的 跟车祸现场一样 面对这种情况 婆婆难免脾气暴躁 她一边做一边骂 公公能忍就忍 忍不了也抱怨 你回来这一天 我耳朵都要被你叨叨穿空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有了公公这个反面典型 婆婆深知 我让宋男分担家务的意义 婆婆说 她不做家务 就不知道女人有多累 就不知道心疼媳妇 于是我家的画风 变成了这样 宋男如果做饭 婆婆就会在旁边念叨 看看 男人系上围裙多帅 东东的命真好呀 少放盐 澡台勤抹着点 不然就擦不出来了 宋男为此叫苦不迭 真羡慕那些婆媳观期不好的人家 妈来了 男人可以秒成巨婴 我倒好 好好一个亲妈 愣是让你培养成了岳母 说完 她还不忘唱 啊 这个人就是娘 啊 这个人就是后妈 这个人 给了我生命 却给我媳妇 当亲妈 一家人笑得 直不起药来 小宝也跟着笑 尽管 他搞不懂 我们在笑什么 但他感觉到幸福 就会拍着手笑 瓦尔 为了给你一个幸福的原生家庭 我们都拼了 请公公来家里吃饭 是我和婆婆蓄谋已久的 公公爱下象棋 只要家庭聚会 一定是让婆婆和我下厨房 他和宋男大战三百回合 这天 他棋盘都摆好了 我却一会儿叫宋男巴虾 一会儿让他剁排骨 一会儿让他炒菜 吃完饭 我们一边看电视 一边喝茶 宋男还在厨房里洗碗 婆婆不时起身 丢过去一句 别忘了把油烟机擦了呀 我举杯敬公公 爸 感谢您给宋男做榜样 他现在干起家务来 有模有样 这两年 我爸妈留在这里当长工 您一个人在家 辛苦了 没事没事 都是为了孩子嘛 公公的脸有点红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茶太烫了 据婆婆那周回来通报 公公吃完饭 至少知道洗碗了 我告诉他 适度表扬 一定要让他觉得 做得还远远不够 还要让他对懒惰保持羞耻心 婆婆不知道的是 那段时间我和宋男下班后 经常会以公公送温暖的名义 去突击检查他的内务 哪怕家里挺乱的 我也会找优点 爸 您这花养得不错呀 爸 这油烟机怎么擦的 更新的似的 您也教教宋男嘛 爸 您这冰箱收拾的跟商场里的 央品似的 宋男骂我是戏精 我才不会告诉他 在做家务这件事上 所有的男人都是需要赞上 教育的孩子 看着婆婆 每周归来 不再牢骚满腹 我给自己点了好几个赞 日子过得真快呀 一转眼 小宝三岁了 当初说好的 婆婆只帮我们带到小宝上幼儿园 小宝正式入园后 婆婆也收拾东西 准备回家了 妈 你以后得多出点朋友 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这样 你就不会家里碎个碗 也要说上八百遍 要是跟爸吵架了 你别先理他 否则每次都得你先低头 你这肚子该剪剪了 回去后跳跳广场舞吧 没事 回来帮我做顿待遇 东东 你可真唠叨 跟我婆婆似的 说完这话 婆婆关上门就走了 我没送她 送男开车送的 站在阳台上 看着她的背影 消失在车库 我忽然觉得 整个家空荡荡的 那天 幼儿园归来的小宝 哭着找奶奶 眼泪巴搭巴搭的 我又搂又抱 又承诺买玩具 一切无果后 我也哭了 我也要找奶奶 我也想奶奶了 送男看着我们娘儿俩 假戏争作 拿起电话 就发视频 妈 您赶紧回来一趟吧 这场面 我hold不住了 婆婆却立刻挂断了 我知道 她一定也哭了 随后的三四天里 我们默契的 没有联系 怕一讲电话 就会哭 毕竟 这在别人看来 挺矫情的 我们在同城 开车 也就四十分钟 关键 我们还是婆媳 又到周五了 我上午接到 婆婆的微信 就两个字 约吗 我秒回三个字 必须的 事实证明 将婆婆当亲妈 此路难行 因为双方都很难做到 毫无芥蒂 无怨无悔 但是将婆婆当朋友 却是可行的 彼此尊重 平等相处 相互帮助 一起成长 或许很多人会说 你这样活得累吗 我想说 活着哪有不累的 但是 这一切的一切 不都是为了 更轻松地活着 为了加和万事心吗